听风的旋律 你们干什么 不要打了 有话好好说不行吗 别打了 走 没事吧 别打了 别打了你们 没事吧 叶家辉我问你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么对齐教授 你接近我的每一步 都是有目的的是不是 你从来没有把我们 当成你的朋友对吗 叶家辉 对 你要是个男人 你就敢做本当 你说话呀 哑巴 你们这种情况属于非法潜入他人住宅 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条规定 需要处十日以上十国以下拘留 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警察同志 这门确实是我撞的 跟他们没关系 你说了算啊 他们要进去的就是共犯而你处犯 还好你们那朋友不追究 要不然你们都得进去陪着他 天先生 凡事不要太冲动 卫大人也会构成故意伤害罪 或者寻衅滋事罪的 警察同志 他以后不会再犯了 这是我家 人饿了吗 还好 有一点 那我 我爸搅着心动手 以后给你做 你先随便逛一会儿啊 好 所以这是你的 好 先给你水 挺可爱的 等我一下啊 我今天问叶佳辉 为什么要陷害我跟教授 他没有说 我们之前素不相识 我实在想不出来 他为什么要陷害我 当然结果就是呢 他做了伤害你的事情 这也是不能原谅的 其实我一直都不太了解他 他平时话不多 看上去让别人难以琢磨 可是 他在文昌街的时候 他和阿公阿妈们聊天 我学医的 你是医生啊 他陪他们一起做饭 下棋 跟那些小朋友们一起玩游戏 我看得出来 他的笑容是真的 他真的很开心 有时候啊 我觉得一个人的善恶 还有爱恨 是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我真的想有个机会 好好跟他聊一聊 怎么了 不要不聊 但是我必须得在现场 好 戴上你小花衬衫 听 风的旋律 缓慢坠落 树叶的声音 看 阳光清晰 匆匆经过 你的身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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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